才来看到去年涉嫌酒后性骚扰19岁女星 陈嘉环的香港男星陈浩铭 最近她来台宣传新专辑 一大早特地到行天宫烧香拜拜 她希望宣传行程能够顺顺利利 面对过去的非礼事件 她说永远记在心里 警惕自己 穿着蓝色西装梳起飞机头 港新陈浩铭来台宣传新专辑 一大早上宫就先到行天宫拜拜 祈求好运 七年前跟现在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有在改变 所以也需要花点时间来重新适应 七年没来台湾面对镜头陈浩铭侃而谈 就连被问到敏感的非礼事件也有问必答 不我不会忘记 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忘记的 对对对 我不是来逃避 我是来面对的 去年11月陈浩铭被狗仔拍到 酒后对年仅19岁的香港宅男女生陈嘉环伸出闲珠手 让女方气得报警 陈浩铭还公开道歉认错 我做一次真实有多高谷 对不起 请你原来 记取教训这次来台陈浩铭形成满党 全力配合宣传 努力施安心 挽救个人形象 在歌坛重新出发 中天新闻 这次回向今晚如台北采访报导